望线,线线的白月光,第一集,云深不知处,蓝望鸡一步迈出闭关之锁,抬头看看月亮,不由一声叹息,爱,明日就要上学了,好悲伤啊。 他家哥哥也真是的,让他现在再去听学,不是有损他神童之名吗? 虽然神童是他自封的,但是凭他三岁时签字,五岁张口成诗,七岁修炼结诞,创下的前无古人的成绩,他觉得他担得起神童这个称号。 当然,这一切也只是我们的神童战战心里想想,他没办法拿这个理由去说服他家哥哥,毕竟,云深不知处近,交金自傲。 于是,气不顺的神童战战决定去抓几个违规弟子,出一下这口不顺的气。 可是,蓝望鸡把若大的云深不知处逛了一圈又一圈,也没抓住一个违规的弟子。 蓝望鸡一方面觉得自己真棒,若大的云深不知处在他的掌罚下,大家都这么遵守纪律,他可真是管理有方。 另一方面又觉得不可能,毕竟听学弟子都到齐了,不可能没人犯事。 想到此,蓝望鸡决定站在小阁楼上,守株待兔。 果然没过多久,就看到墙头上伸上来一只手,紧接着又有一只脚。 看! 他就说会有人犯家规吧。 他真是聪明。 看着来人站定,确保自己突然开口,不会惊得他摔下去。 蓝望鸡一边感慨了一下自己的善良为他人着想, 一边开口,夜归者不过卯时莫不允入内。 魏无羡听到声音,拍了拍受惊的胸脯,转头看向蓝望鸡, 似是被吓到了一般惊呼一声,又发出一声感慨, 哇!吓死我了! 你这个人怎么长得不好看,还大半夜出来闲逛啊? 很吓人的,不知道吗? 蓝望鸡震惊了。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自己丑呢。 蓝望鸡自觉自己的样貌还是能排得上名号的, 要不是他要维持自己高冷的形象, 他觉得是家公子榜一也得是他。 然而这个人违反家规就算了, 竟然还敢诋毁他的容貌。 真是书可忍,爹可忍, 他望鸡不能忍。 但是,他毕竟不是挟思报复的人, 准得找个合适的借口, 于是蓝望鸡开口道, 你手里拿的什么? 魏无羡爽朗一笑, 开口,天子笑, 分你一谈, 当作没看到我好不好。 蓝望鸡心道, 怎么可能? 第一个说我难看的人, 我能当没看到。 我可是把你记得深深的。 蓝望鸡开口警告, 云深不知处敬酒, 跟我去领发。 魏无羡道, 不去。 哪有你这样的, 一点不懂戴克之道, 我刚来你家, 你就要让我去领发。 蓝望鸡彻底生气了。 这个人, 不但诋毁他容貌, 还质疑他礼仪学得不好。 他可是神童哎。 于是, 提借向魏无羡的酒坛子赐去, 他要给他一点教训。 一番缠斗, 蓝望鸡成功击碎了魏无羡手里的酒瓶。 看着碎在地上的酒瓶子, 蓝望鸡满心得意, 敢说我不好看, 我就打碎你最喜欢的天子笑。 想罢, 蓝望鸡一收剑, 转身, 去寒室。 他要找他哥哥, 安慰一下受伤的小灵魂。 魏无羡觉得这个人武功不错, 也还蛮有趣的, 但是长得不好看是大忌, 他很不喜欢。 不过, 想了想, 又感到奇怪, 他记得将叔叔给他说过, 云身不知处, 不收五官不齐整整呀, 那怎么还会有这么难看的人啊? 算了, 想不通就不想了, 回去睡觉了。 蓝望鸡第二天一大早就早早起床, 准备去听学。 虽然不是自己喜欢去听的, 但是也要做好。 我真是一个勤劳听话, 做好每一件事的好战战。 蓝望鸡把每日早课做完, 吃了饭, 便前往蓝室准备上课了。 可是, 刚到蓝室前, 蓝望鸡便听到聂怀桑在科普他有多严肃, 多不好相处。 哼, 明明是他执法公正严谨好不好。 不过, 可以用这个找哥哥要好处。 想着晚上说不定能让哥哥带着自己去山下参加花灯节, 心情变好了一分。 不过, 蓝望鸡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事情。 当魏无羡问聂怀桑他是不是一身白, 带条抹额, 板着脸, 还长得特别丑时, 江城急忙岔开了话题, 似乎是不想继续聊长相这件事。 看来, 下次了解魏无羡眼瞎这件事时, 要避开江城。 不过, 他们都是江家之人, 要怎么单独约出来魏无羡去了解原因呢? 毕竟, 他要维持高冷形象, 主动约人这件事, 有为他形象。 但是, 没等蓝望鸡想出个方法来, 他家叔父就给了他个途径。 课上, 在蓝启人念家规, 把众人都说得昏昏欲睡的时候, 就听到魏无羡似在说梦话。 为什么蓝家没有一个长得很好看, 反而长得一个比一个丑呢? 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最丑的了。 蓝启人气愤, 上课犯困就算了, 还敢说梦话。 于是怒道, 魏英。 魏无羡瞬间站起身回道, 再再再。 怎么了? 映完之后, 魏无羡才抬头看到讲台上的蓝启人, 善善地摸了摸鼻子。 呃, 这个, 蓝启人也没管魏无羡是否尴尬, 直接开口训道, 刻在石壁上, 没有人看。 所以我才一条一条附数一次, 看看还有谁借口不知道而犯禁。 既然这样, 也有人心不在焉。 那好, 我便提问些别的。 魏无羡, 你先来回答。 魏无羡点点头映下, 妖魔鬼怪是不是同一种东西? 魏无羡笑道, 不是。 为何不是? 如何区分? 妖者非人之活物所化, 魔者生人所化, 鬼者死者所化, 怪者非人之死物所化。 清和涅是先祖所操和业。 屠夫, 蓝令金是家灰为白牡丹, 是哪一品白牡丹? 金星雪浪, 修真界新家族而摔门派第一人为何者? 其山温是先祖, 温卯。 看着这些问题, 魏无羡对答如流, 蓝起人提高问题难度问道, 金有一刽子手, 父母妻儿俱全, 生前斩首者余百人。 横死是井, 瀑狮七日, 怨期欲结, 作祟行凶。 何如? 魏无羡问道, 先生想听书上的答案, 还是我的答案啊? 蓝起人有些不好的预感, 问道, 你想说什么? 魏无羡微微一笑, 书上说, 度化第一, 镇压第二, 灭绝第三, 但是我觉得, 度化往往不可能, 还不如厥此百人坟墓, 激其怨气, 结百科头颅, 与凶师相斗, 听到魏无羡这个说法, 蓝忘机转过头, 眉宇微皱, 蓝起人豁然起身, 你, 你真的是不思进取, 罔顾人伦, 魏无羡看着蓝起人, 和蓝忘机, 不知道为何, 他看到的这二人, 又瞅了一分, 蓝起人发完脾气, 下了通牒, 明日起去藏书阁, 给我把雅正集超十遍, 忘机你监督着, 蓝忘机点头映下, 觉得, 可以晚上和兄长逛花灯的时候, 给叔父买个礼物, 叔父这处罚方法, 真是, 棒呆了, 魏无羡则有些郁闷, 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, 本来想气气拦起人, 可现在, 把自己折进去了, 藏书阁, 魏无羡昨日晚上躺在床上, 怎么也睡不着, 早晨晨时又起了, 现在快困死了, 于是, 他晕晕呼呼地去了藏书阁, 晕晕呼呼地拿了纸笔, 再晕晕呼呼地去了书架前, 打算拿上雅正集后, 回桌子上趴着睡会儿, 蓝忘机在那看着魏无羡那个样子, 真担心会一不小心撞倒了他家藏书阁的书架, 如果把书架都撞倒了, 那个效应, 可人生嘛, 往往好得不灵坏的灵, 只见魏无羡在闭着眼转身时, 一不小心撞到了书架上, 还没感慨, 自己脑门好疼时, 就听到一声清清冷冷的小心, 接下来就是霹雳筐浪的众物落地的声音,